世間所謂的法律是為人定的 它不是為動物定的 那這一點我希望各位 不管你如何慈悲 要修忍辱 一定要忍辱 而且要有空性 也就是說 當你被批評侮辱的時候 那你要靜靜的 因為他不了解 你不能怪他 也希望哪一天他能夠了解這個平等空性的道理 就像各位我們現在要做嚴供 好啊 但是警察局說不好 等下警靈會想 樓上人說不好 你幹嘛給我熏呢 但是他不了解說 這個做了 對他全家都有幫助 眼睛他看不見了 冤心在煮 可以超渡他 就會健康快樂一點 所以這個叫末法 末法就是說真理已經沉入了海底一樣 人家不知道了 那你要去在末法去 去慈悲啊 去度眾生啊 那你要接受批評 毀謗 你要有這個忍辱 所以 這個忍辱最高的忍辱就是空性 念下來 無聲乏忍 對啦 就是你要 不起心動念了 去接受變化 那這是我們修行的目標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要事焉供 要事焉供 不是單純對身體的健康 要事佛的 最根本就是要消除我們內心的貪嗔痴 就是分配心了 因為所有的痛苦的根源來自於內心的貪嗔痴 然後呢 你才會造業才會受苦 所以各位 內心平靜了沒有 平靜了嗎 然後供在上面擺 那我們要跟你學啦 所以各位 當你結婚的時候就準備被拋棄吧 這就是平靜了 你可以接受 當你健康的時候你可以接受得癌症 當你現在四肢很健康的時候 你可以接受等一下 走樓梯然後就斷腿了 然後就一輩子做輪椅了 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可以你就平靜了 但是你平常就要練習好了 當你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的時候 哪一天你可以接受他生病死亡 當你把一個小孩養到二十歲 然後又送去大學讀博士 那突然他車禍死掉 你要能夠內心裡面接受 因為你不接受你就會很痛苦 那如果你接受他不見得會摔死 這樣你才能夠很智慧的去教育他 如果你內心說我不能接受這個事情 那雖然他這輩子不會發生 但是你就多了一個擔心 然後你對這個小孩子就會變成很煩 為什麼 因為你很擔心他 那就不自在了 就像賭博的人說 反正賭輸都不是我的錢 他賭都可快了 贏了變我的錢 輸了是別人的 那有一點比喻就像這樣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一定要培養 就像剛剛講 我現在坐在這邊講 等一下警察拿著槍 下台關起來 那我很平靜 沒關係 監獄裡面的信徒跑不掉 都關在裡面 一起來念佛 而且都關頭多好 一起來敲墓魚 那你要很平靜 在台上也可以 在台下也可以 在人間也可以 到地域也可以 好不好 坐在講台也可以 坐在行求台也可以 現在各位聽完課了 在納蘭陀發生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 納蘭陀大學那個時候到了七八世紀 其他宗教就進入了印度 進入了印度 納蘭陀有三萬個出家人 那個時候事先得到這個消息的人 他們就趕快跑離開印度 所以他們跑到中國西藏去弘揚佛法 但是有三萬多人沒跑出來 那個時候這些軍隊一進去了 他們就叫他們從納蘭陀的門口出去 一個一個出去 如果你願意改變宗教 不砍你的頭 如果你不改變宗教 就當想砍你的頭 後面的人都看見 太偉大了各位 三萬多個人沒有一個抗拒 一個一個出去被砍頭 身體可以死 頭被砍掉 信仰它不改變 為什麼 因為並不是他信仰一個宗教 他信仰是一個真理 如果能夠為真理而往生 那這個是消五量業障 也可以正得空性最快的方法 那各位你要經常去觀修這個 觀修這個 當下個人是你 前面人都被砍了 砍了好幾刀 頭還不斷 他都要接受他的信仰 所以我們叫歸命三寶 現在輪到你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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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斷你的頭了 對方問你放棄歸一三寶 好不好 你要說不好 不行 那我先挖你眼睛 然後呢 再斷你的手 然後再拔你的皮 問你好不好 各位 痛不痛 痛 但是內心裡面 那這就是消五我業 你也不能恨對方 因為今天你光我眼睛的人 我要度你 今天你把我皮的 我將來成佛也要幫你 這個叫修行 如果各位你要做菩薩 要有這個承擔 所以我們披著鎧甲的勇士 就叫菩薩 我們在歐洲的天主教堂 那邊都有很多神父被塑像在那邊 被火在燒 頭被砍掉 被扒皮 那人們很敬仰 因為他們為了弘揚他們的教法 這樣被虐待 甚至有一位神父 然後舌頭被割掉 五花大綁 為什麼 因為這位神父呢 接受了皇后的告解 那國王就 我老婆有什麼秘密也不知道 就把這個神父找過來 我皇后跟你講什麼 你老是跟我講 神父說 這是我的職責 人家在告解 我覺得不能講出去 國王說 我再跟你講 你真不講 我把你舌頭割掉喔 然後這個神父都不回答 國王就把他四隻手往後綁 你再不講嗎 你再不講 就把他舌頭活活的割掉 切掉 切掉以後 神父雖然很痛 然後呢 又把這個神父綁好以後 丟到河裡面淹死 那座橋現在很出名 這位神父成為當地的財神 因為他的口業嘛 清淨 而且聽說現在這個舌頭還放在 在教堂裡面成為一個設立子 非常出名 所以我想 就像耶穌基督的心 永遠被畫一個 畫一個紅色發光 為什麼 因為他為 背著十字架 為帶著眾生的罪業而被砍殺 但是他的心還在了 所以我想 各種宗教之所以讓我們信仰 那就是這一面 這些人性發揮到最高的那一點 所以我想各位 我們真心要學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是為了幫助眾生的 那在幫助眾生的過程 很多痛苦的 很多無奈的 很多毀謗的 但是不能退轉 當然現在的時代很好 沒有人會逼迫你 但是你的業障會逼迫你 就像我有些信徒 有一個信徒他得肺癌 後來變成癌細胞跑到了脊椎 把他的脊椎腐蝕掉 他變成狗一樣 永遠要趴著 因為一動就痛 然後這個細菌又慢慢跑到他全身的骨 然後拓散到其他的神經 然後他都沒死 但是很痛苦很痛苦 我又沒辦法去看他 他傳微信給我 他說他現在 如果他可以爬上窗戶 他就會跳樓自殺 因為太痛苦 但是他又不想這麼做 因為他的太太 一直在旁邊安慰他 帶著兩個小孩說 我可以救你 我要替你 所以他說 一方面他很苦很想自殺 但是我只給他講 一心念佛 不離三保 這個是修業障 不是死了就算了 因為我們還有來世 如果你去極樂世界來 你就可以真正的去愛你的子女 愛你的太太 你可以把功德給她 但是這個苦 師父也沒辦法替你送 但是你只要把你的心 轉在念佛念法念生 那對你是有幫助 當然我們講實話 慈悲是一種感受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一種痛苦 把這個痛苦移到我們身上來 哇真的是太苦了 太苦了 所以來 法會功德 會向崔世光 及其冤親在主 所有癌症病苦折磨者 離苦得樂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活著 因為已經沒有聯絡了 可能他病了很嚴重 根本沒辦法再傳訊息給我了 但是無論如何對我來講 這個苦是永遠在的 所以我們今天 大家願意來參加法會 是因為我們想要離苦 進一步我們要幫助眾生離苦 也特別我們現在做要事儀軌 希望能夠斷除所有輪回 連父母眾生的我職 進一步呢 還能夠幫助他脫離 現世的 那些身心上的痛苦 所以我們現在請翻到 79頁 看到了 要事欺佛 然後我們翻到80頁 大家升起大悲心 好不好啊 剛剛各位聽我講的這些 真實的故事 你要觀想那就是你自己 或是你的媽媽 只能力正在受苦 所以我一定要很認真的 祈求要事佛的加持 我們要很認真的為他們 布施這些功德 希望他們能夠超越痛苦 同時你做一個菩薩 也要這樣觀想 願我能 承擔所有痛苦 和不退轉 好不好啊 你要做一個菩薩不能說 我只想做快樂菩薩 我不想做痛苦菩薩 因為你真的要救眾生 要有這個勇氣 那如何讓我們有這個勇氣 那就要有大悲心 那這個大悲心 還要有一個空性讓你不退轉 空性不是我就不會痛了 空性是我依然痛 但我的心還保持平靜 所以各位現在有人打你罵你 割你傷害你 這個就是你修空性的助緣 就像你打坐 如果腳都不會酸 那就不要坐了 又酸又痛 但是你的心要保持 不酸不痛 還在思維真理 就這樣折磨過來 打坐20分鐘 兩個鐘頭 有人可以打坐兩天 那個時候是在痛苦 一酸又麻 又酸又麻 一下停止 然後就在變化無常裡面 當時他內心保持一個 一心念佛話 或是來利益眾生 那我們祈求自己要有這個空性 來幫助眾生 好 八十夜 來 要是祈福 那麼 善明稱吉祥王如來 那麼 保月 智炎 光陰 自在王如來 那麼 金色 寶光 妙行 成就如來 那麼 無憂 最聖吉祥如來 那麼 發海 雷一 如來 那麼 發海 發海 雷一如來 雙慧 由是神通如來 那麼 要是 流離光如來 那麼 善明稱吉祥王如來 那麼 發海 雷一如來 那麼 發海 聖會 由是神通如來 那麼 要是 流離光如來 那麼 善明稱吉祥王如來 那麼 保月 智炎 光陰自在王如來 那麼 金色 寶光 妙行成就如來 那麼 無憂 最聖吉祥如來 那麼 發海 雷一如來 那麼 發海聖會 由是神通如來 那麼 要是 流離光如來 要是 流離光 願望 莊園 無等輪 無邊 情願 亦有情 各誰所求 皆不退 那麼 東方 淨流離世界 消災 嚴壽 要是佛 那麼 消災 嚴壽 要是佛 那麼 消災 嚴壽 要是佛 那麼 日光 遍 佛 那麼 日光 遍 成佛 那麼 月光 遍 佛 那麼 月光 遍 佛 奉勤十二要差大将 奉勤公平罗大将 奉勤法则罗大将 奉勤离器罗大将 奉勤安地罗大将 奉勤尔尼罗大将 奉勤生地罗大将 奉勤阴达罗大将 奉勤波移罗大将 奉勤魔虎罗大将 奉勤真达罗大将 奉勤昭渡罗大将 奉勤离器罗大将 那么药师会上佛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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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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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药包拿起来 要做两种观想 一种观想是真实的药 这是真实的药 第二种观想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八万四千法 释迦牟尼佛的八万四千法 都在里面 然后希望可以消除 所有众生八万四千的烦恼 希望解除他身体的痛苦